在上个星期六日在台湾带来强风豪雨 同时侵扰南韩葬送了人命 北韩躲过了这个梅花台风还没有结束 今天的新闻是当它直扑中国大陆的时候 从浙江登陆 在上海两度登陆带来了严重灾情 上海的浦东虹桥两大机场 14号下午就取消所有航班 机场人员紧急在停机坪 把1515架飞机用绳索老绑固定 而浙江因为梅花墙台停水停电 今晚可能会第三次登陆山东 影响范围将会扩大到中国大陆的12个省市 就在刚刚台风梅花二次登陆奉险沿海地区 并且台风裹起了雨水 一遍又一遍的拍到在脸上 让人感受到它的威力 没登陆台湾的梅花台风 只从中国大陆15号凌晨 更从上海奉险二次登陆 最大风力达到12级 当地气象局更称是自1949年以来 监测到的最强台风 不敌强风 市区路数被吹倒 避免发生危险 消防人员冒雨连夜处理 更棘手的是一夜下来 电力中断至少65处 影响3万用户 上海全市紧急转移42.5万人 我们从下午1点半开始 已经撤离了5轮左右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每个小时 进行巡查一遍 确保每家每户 每个居民都能够撤离到安全地方 交通受台风影响 严重受阻 上海地铁站14号晚上9点后 高架线路全停运 但在倒数时刻 企业提早让员工下班 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 更提早14号下午5点 就取消所有航班 各航空公司登机柜台关闭 旅客眼看这情形 行程只能延后 随着风力越强大 机场人员还顶着大风大雨 在机坪上将115架飞机 用绳索绑住固定 被划台风登陆上海前 在浙江舟山登陆 已造成不少灾情 在浙江与港周边 地势较为低洼地区 甚至引发海水倒灌 出现淹水 宁泊至少有1.6万居民 家中停电 危机情况发生在东海海域 一艘载着13人的货轮 敌不住台风引发的巨浪 船身甲板全进水 随时要翻覆 最后所有船员弃船 登上救生阀 惊险逃过一劫 梅花台风是今年登陆大陆华东地区第一个台风 预计15号晚上可能会第三度登陆山东 影响甚至扩及12个省市 气候天然灾害得应对 大陆疫情管控在首都北京 北京传媒大学疫情 累计至今至少有44例感染 全校开启线上教学 600多人被转移隔离 邻近的天津则因14号通报11例感染 决定全市1300多万人口要展开核酸检测 采样前在居住地保持静置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